花项宇刺沙方丽人失败后,又接到钢琴师传达的新任务,除掉陈浩民。 与此同时,陈浩民这边的人也找到了花项宇,并锁定了他和钢琴师的联络地点,打算开展围剿行动。 其实花项宇没有真正的听命于钢琴师,他有自己的是非善恶和判断,否则也不会带着陆锋回去救陈浩民。 陈浩民牺牲前对陆锋的交代因为一卷胶卷,一份繁星计划的名单,陈浩民和陆锋再次受到多方势力的围攻,注定是难逃一死。 军统这边由局长穆熙贺亲自带队,要活捉他们,得到胶卷里的机密。 闪官表面上听从穆熙贺的安排,其实暗地里早已安排好杀手要死的,要求无常这次一定要杀掉陆锋和陈浩民, 为了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。 76号的人道员也在死死地盯着他们,但是这次没有参与到围捕和猎杀中,而是做官龙虎斗,打算坐收余力,为日方效力。 陆锋嘴上说着不再相信花项羽,但还是放不下他,孤身一人去制衣店把他带走。 花项羽虽然恋爱脑,但脑子还是在的,意识到这一切都是有人计划好的,是在利用他做诱饵,清除陆锋。 陆锋这才反应过来,那些人是要杀陈浩民,赶紧让花项羽加速,以最快的速度掉头回去。 那边早已枪林弹雨,混乱不堪。 纵使蓝兵战斗力再强,也没能躲过军统的人多势众,好不容易带着陈浩民杀出重围,又被霍飞拦截,拘杀。 陆锋下车加入到枪战中,霍飞的手下也都追上来了,他们的目标是陆锋和陈浩民两人。 敌方火力全开,眼看陆锋也要撑不住,陈浩民用肉体之躯护住了他,用后背为他挡了无数枪。 陆锋把陈浩民转移到暂时的隐蔽地带,看他舍身为己,才真正信任他,想要被他离开。 陈浩民自知已经无法活着走出去,并用尽最后一口气,给他们三个年轻人制造撤退的机会。 他们的目标是咱们两个人,我们不能让他们得逞,我是一个共、产、党、元,我现在要做的,就是替你们拖住他们,为你们赢得撤退的时间。 陈浩民是一位合格的共、产、党、元,有着不惧生死,舍己为人,大局为重的大无畏品质,他在牺牲前的最后一刻,都在想着不如使命。 陆峰为自己之前对陈浩民的怀疑感到内疚,陈浩民理解他的所有顾虑,并用人不疑,把破译繁星计划的密码本给了陆峰。 陈浩民意味深长地交代陆峰。 陆峰,这两样东西都非常重要,它是关系到我们民族的生死存亡,一定把他们安全地带出去,不惜一切代价把它破译出来,交给我们的党、组织。 我知道,这个任务非常艰巨,我现在代表我们的组织,请求你,我相信你,一定会出色地完成这个任务的。 陆峰早已把胶卷中的代码写了出来,破译的任务有多么艰巨,这份机密就有多大的作用。 日方早年安插在我国的间谍特别多,各行各业都有,如今都成了领域内的高管,成了日方控制我国的傀儡,只有抓紧时间找到他们,将他们一网打尽,抗日才能早日取得胜利。 这条路上荆棘丛生,一路走来牺牲了无数的革命烈士,他们抛头颅撒热血,用鲜血为后背铺路,让人热泪盈眶。 陈浩民的眼中也含有泪水,可惜他没有机会再为家国和朋友报仇,所以他把最后的底牌也交给了陆峰。 我牺牲以后,有一个人会联络你,他的代号叫清一。 我党后继有人,陆峰一定是为意志坚定的,合格的接班人,陈浩民交代完这一切,死而无憾,死得其所。 清一的身份已确认清一是陈浩民的上线,是华山的下线,代号是他的面纱,那么面纱下究竟是谁? 陈浩民牺牲后,陆峰的内心已经被我党感化了,所以他接到清一的电话后,毫不犹豫,就同意了把密码本和繁星计划的代码交给清一。 清一跟陆峰约定好给东西的时间和地点,午夜,青年公园,湖边第二张长椅下面。 陆峰按时到了约定的地点,发现那人却是沈孝。 陆峰以为是沈孝在跟踪他,沈孝的回答却是,有人约我在这见面,这里除了你,也没有其他人了。 沈孝的意思很明显,他就是清一。 清一在此之前,也在电话中给过陆峰建议,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,提醒他可以跟沈孝合作。 如果不是清一亲口说出可以跟沈孝合作,陆峰不会相信沈孝,这也算是清一自曝身份了,清一就是沈孝。 其实,前面的剧情中,也有多处细节可以判断沈孝就是清一。 当初76号特密组被佛首重创后,清一给华山发密报,华山感慨道。 这事态的发展,和中央的研判是高度一致的。 清一不复组织重拖,提前识破军统炸毁政府大楼是假,攻击特密组的资料是,抢夺法闭母版才是意图所在。 这军统搞了个声东击西,清一就假戏真做,借力打力,既薰弱了特密组的有声力量,又把法闭母版归还重庆政府,一举两得呀。 货币乱发,民生遭殃? 以沈孝的头脑和心思,不可能到最后关头才识破佛首,闪关,被阴谋,不是炸楼,而是毁特密组的资料室。 沈孝不过是在假戏真作罢了,让佛首以为他真的中计了,其实是为了完成归还法闭母版的任务,稳固社会秩序。 还有沈孝被上级任主任处罚时,所有人都以为他必死无疑,可他最后还是度过了这一劫,化身为幽灵去对付幽灵。 这是沈孝的自救,亦是华山口中轻衣的自救。 沈孝逃过一死,华山又收到了轻衣的密报,以安全脱身,轻衣。 轻衣是个正面人物,能力不一般,他的狠是一种伪装,沈孝再狠也没有闪关残忍,不管是对陆丰,还是对蓝冰,他都留有一丝心软。 钢琴师的身份已经暴露陈浩民向陆丰交代后事时,把随身携带18年的怀表给了他,说是当年从陆丰母亲遗体旁捡到的,是叛徒落下的。 陆丰的母亲当年临死前,交给年幼的陆丰一块怀表,并告诉他,列门仇人也有一块一样的。 这就是陆丰不信任陈浩民的原因,他一开始以为那块怀表是陈浩民自己的,其实是闪关的。 陆丰,花向雨,蓝丁三人离开后,闪关来了,看到陈浩民很得意,让所有人站出去警戒,他跟陈浩民对峙。 这些年我找你找得太辛苦,就这么让你轻易地死去,对你是不是太仁慈了?闪关得很,泯灭了人性,让人恨之入骨。 除了陈浩民,没人知道闪关为了自己所谓的信仰,布了多少阴谋诡计,残害了多少忠良,杀害了多少无辜。 闪关当年收养陆丰,把他送到日本学习,再把他调回来,安插在76号坐卧底,孤身奋战刺杀佐藤浩二,都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。 闪关过去所做的一切,都是在利用陆丰,利用他销毁自己的档案,利用他引出陈浩民,最终目的是把陈浩民除掉。 闪关对着陈浩民承认了自己18年前的罪行,他就是火凤凰行动的叛徒袁宗奥,陆丰的母亲也是他杀的。 毫无疑问,闪关是吴剑全剧最狠的大boss,最会利用人,吴长,霍飞,花向羽都是他的棋子,是他的杀人工具。 霍飞和吴长都没头脑,没有自己的想法,被闪关彻底洗脑,对他无底线的效忠。 只有花向羽不一样,所以当闪关发现快要控制不了花向羽时,便用了钢琴师的身份,甚至把他唤醒。 你要尽快除掉陈浩民,我对你寄予厚望,你不会让我失望吧? 从现在开始,你的身份已经被正式唤醒。 根据吴剑,目前的剧情来看,闪关就是钢琴师,他一直都在为日方卖命,或许他就是日,本,人。 闪关十八年前卧底在共、产、党,后来一直卧底在军统,目的只有一个,让日方的间谍不满我国,彻底侵略和霸占我们的家国。 所以,闪关才会对陈浩民说,他从未被叛过信仰,这就是他的信仰。 所以,闪关才会对沐熙和杨凤因为,沐局长要活人,他就要赶在他前面把人杀掉,不让军统得到日方的机密文件,让他们无法战胜日方。 闪关千算万算,以为陈浩民死后,再也没人知道他的身份和秘密,繁星计划也无法破解,其实他错了。 闪关还是低估了我方的力量,低估了人性的善,他想不到的是,陈浩民把密码本给了陆峰,陆峰最后彻底相信了陈浩民,跟我党合作,也知道了闪关的罪行,跟他正面交战。 电影《长津湖》中美军看到我们的冰雕烈士时,说了这么一句话,面对有如此决心的敌人,我们永远无法战胜他们。 闪关和他背后的日方也一样,他们想不到我方的决心有多大,想不到我们有多么团结,他们也永远无法战胜我们。